是 我是槟澄人 呵呵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即事阿凯 我是即事阿凯 我其实很喜欢观众问我问题的 因为如果你们问的问题够我讲一集 那我就可以省下一个星期的题材了 不是啦 其实我是希望能够跟大家互动多一点 让大家能够参与我的影片 有问有答这样才不会这样无聊吗 没错 今天我们又要来回答各位的问题 你问我问题了吗 这位叫YBili的朋友问了我十道问题 为了能够更清楚而且详细的回答 我简单的整理之后把它分成三大类别 加一道长题 那今天我们就从其中一个类别开始说起 他们如果考到飞行执照之后 可以在家人或者是女朋友去飞吗 飞机师平时是不是要住在KLIA附近 和飞机师是否与家人聚少离多 在我们进入正题之前 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 请你帮我点击一下订阅按钮好吗 谢谢你们 如果你考到飞机师执照了 可以在家人或是女朋友去飞吗 我想每一位飞机师都必曾有过这样子的想法 等我考到执照之后 要找一个机会带我家人去飞一趟 让我身边所在乎的人体会一下飞行的感觉 享受一下俯瞰的视角 那到底要怎样才可以在家人一起飞行呢 其实方法有很多 如果你是一名民航机师要载你家人 基本上你买票就行了 随时都可以 我们民航机师都会按照公司 给我们定下来的飞行时间标工作 一般上会在卖入下一个月份前 就会事先收到下个月的时间表 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知道我们下个月在什么时候会飞去哪里 如果你想要载你家人 就买你那趟航班的机票给他们咯 又或者说我知道我家人下个月会去哪一个地方旅行 只要我知道他们航班的日期跟偏好 我就可以找出原本负责该航班的机师 然后与他申请互换 只要你们两位机师都同意而且没有触犯条例 你便可以有机会载到你家人 但是如果你说的是开小型飞机 在你家人到处逛逛去看风景 那可不太一样 很显然的 要实现这个想法你必须先找一架飞机 除非你家后运有一架飞机停着给你及时飞都可以 不然的话你就必须租一架飞机咯 我本人是没有租过 确实的程序与价格我还不清楚 如果在看影片的你曾经租过飞机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细节 据我所知 你必须先在飞行俱乐部注册会员 然后你才可以租用人家的飞机 而且价钱也不便宜 看你租的是什么飞机咯 租金会以引擎运作的时间每小时计算 燃料的钱也要你自己付 还有机场税啊 停泊税啊等等 总之就是不便宜啦 而且看你是哪一家航空公司的机师 一些航空公司会限定你不可以参与任何公司以外的飞行活动 因为民航局会规定每一位机师 每28天内只可以飞90个小时 每12个月不可以飞超过900个小时 如果你经常跑去私自飞行 把你的小时用完了 回到工作的时候没有可以飞的时间了 又怎样去工作咧 如果你问是什么样的执照可以在乘客的话 其实只要你有私人飞行执照 BBL 你就可以开飞机载人了 谁都可以 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亲戚朋友 男朋友女朋友 只要不是可以赚钱的就行 但是如果你非要用你的执照来赚钱的话 你就必须考一张民航飞行执照咯 所以回答你的第一道问题 考到执照之后是可以载你家人的 说到问题 自从我上一次做完我的giveaway之后 便有很多朋友问我几时再做第二次 其实礼物我早就准备好了 只是我这两个星期实在没空处理 所以会稍微延误一些 别着急好戏在后头 飞机是平时需要住在KLIA附近吗 他后面还有说 比如我来自槟城 平时需要住在KLIA附近吗 所以是谁告诉你我是槟城人的 是我是槟城人 呵呵 但其实不一定要住在KLIA附近 我现在居住在一个叫做Tabuandjaya的地方 哪里是Tabuandjaya 在 这里 这里 对 没错 我现在住在东马沙拉越无近 距离吉隆坡国际机场 差整千公里 并不是所有飞机师都住在吉隆坡的 在马来西亚的确有很多航空公司都把他们的总部 设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但是也有一些航空公司选择用Subang的WMSA Miri的WBGR 来作为他们航空公司的总部 而且一些航空公司 还会在某一些地方特色基地 比如WMKB WMKJ WBGG WBKK 航空公司都有可能调派人手到这些地方去 让一些飞机师长期坐镇在那个地方 如果你是被派去冰城就住在冰城咯 如果被派去东马就住在东马咯 而且如果你是加入国外的航空公司 比如Singapore Airlines的机师 Emerite的机师 Starlux的机师 当然也会随着改变 其实空服员也一样 不是所有的机组人员都是住在KLA附近的 反正飞机师也不一定要住靠近机场 每天都在吉隆坡国际机场上班的飞机师 一些是住在南部的深美南州 一些是住在北部吉隆坡 要强调一下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吉隆坡国际机场并不在吉隆坡这个城市以内 而是在雪兰俄州的南部 重点在你不需要真的住在机场附近 只要你可以在该上班的时候到达机场报到便可 你住远一点就要早一点出门 就这样而已 航空公司也不会限定机师必须住在哪里 来还有第3个问题 飞机师与家人团聚的时间会很少吗 这个问题我在2月份上报章的时候已经有回答过了 你们没有看报纸了吗 看玩笑的啦 我从中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异乡深造 先是在雪兰俄州万金读书 然后到马六甲考飞行执照 过后又到吉隆坡再到古晋 而且我不久之后又会再换地方了 去哪里就不要告诉你 虽然我不在槟城 但是我也不是一个人住啦 这些年我一直都是跟我的另外一半一起住的 也是我的家人 至于槟城 说实在的 开始工作的这些年 我回家的次数还比我读书的时候多 回槟城需要入费吗 工作了有经济能力 可以比较常回去 而且比起读书 当飞机师的时间表也比较灵活 能够回家的次数也比较多 因此能够与家人团聚的时间 也多了 况且有可能会被派去你家那个城市值班 比如说我是槟城人 如果公司派我回去槟城 那我不是每天都有的回家 至于你说是因为 飞去外国停留过夜 而没有时间陪家人 我觉得这得看你飞的是哪一家航空公司吧 我现在这家航空公司 就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不常有过夜 都是当天去当天回 又或者我们把它叫做 但是那些有night stop的航空公司 其实也不会让你停留很久 一般上就只有十几个小时 长的话也才一两天而已 所以和家人团聚的时间会少吗 我说如果你有心的话 时间是可以安排的啦 但是如果你不想要 就算和你的家人坐在同一个屋檐下 也可以隔着十万八千里 跟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啦 这一期影片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下一期影片我会回答关于 一般上航空公司会给飞机师的福利与优惠 在等待下一支影片的时候 如果你们想看我其他的影片你们可以点击这里 或是这里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你帮我点一个赞 然后帮我分享到其他的社交平台上 让更多人看得见 当然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个星期见 我是基石阿凯 祝你旅途愉快 让我们下个星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